谢谢你 你知道你本来是一个可以很轻而易举的 得到你所想的得到东西的人 在人们看来是这样的 不一定 怎么会呢 我都运气不好 不是吧 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感情 在你面前 你没有珍惜而已 我觉得是运气不好 假如我可以再重来的话 我就不要那么忙了 你要把时间留下来干嘛呢 干我喜欢干的事情 因为在那个时候 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只有工作 但是其实突然间 你到现在就发现 我现在已经是五十岁了 有些事情我好像还没有 还没有很好地做过 第一次见到你 就爱上你了 爱 都 就 一千年 一万年 为什么要用多年前的这几句话 就可能我对这几句话 有情义及 我可不可以理解说 就是一个不由分说的想法 就是 我就想在这个时候 说出我任何想说的这句话 你有这个感觉吗 谢谢你 谢谢你 都因 都因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